我們台灣第一例 有這樣的規模在社區裡面的一種社會主宅 他當然在這裡誕生 我想 我們都知道以前我們買房子 都會想買交通方便 理學苦境 但是對著我們台灣的高齡化 是讓人越來越多 出生率少子化 越來越多的社會 其一種社會的結構 社會的經濟 社會的一些活動樣態 有什麼改變 這個改變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是 未來我們買家 不是只有交通方便 面對牌子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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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招街 或一些六歲的朋友越來越來越來越招街 一個招街的夫妻 招街的夫妻 招街的夫妻 可是招街的家裡 很好的機能建築 會是將來買房子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另類的新指標 所以伊甸也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 在我們大陸的社區 為身心障礙者老人 跟許多新素人或失業者 提供這樣的一個服務 當然正是台北的伊甸 當時我們臺灣的市政府 跟我們大陸的社區 我們主委跟我們的鄉親 彈性更新鮮 所以我在這裡也要把各位保證 我們一定是做最好的服務 最需要的服務 來提供我們台南的不需要的努力 做最好的服務 來回應對伊甸的感情較少 我們也要繼續拜託 我們台南市政府、市政府、郭局長 跟我們主委跟我們的農政 繼續把我們基督、把我們提出 讓我們這個服務 我們在堂上 不是我們台南的第一 台南的第一 京都變成是我們台灣的第一 變成是我們阿姊的第一 這麼有跟你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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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證這裡的 都是平平安 快快的事情 來過我們的努力 感謝保證 謝謝 謝謝